这三种千万别买 火锅里的丸子究竟是什么做的 终于清楚了 肉丸都是什么做的呢 牛肉丸里全是牛肉吗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好业标准SB4HT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当中有明确规定 还有鸡肉 猪肉 鱼肉 虾肉的肉糜类制品 而还有鲜肉 牛肉 羊肉的肉糜类制品 好业标准肉丸中规定 禽畜肉丸里禽畜肉含量要占第一位 水产品肉丸里 水产品肉含量要占第一位 此标准还针对肉丸中的含肉量进行了分级 好业标准动鱼蜜制品中明确规定 产品里的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5% 其中并没有规定鱼蜜的添加量 注意 这里提到的是食品添加剂 并非非法添加物 一般的肉丸的配料表中都会标注 存在牛脂肪 猪油标 鸡皮 起酥油等物质 而且它们的位置还相对靠前 脂肪含量高打造了丸子的美味 食多无疑会增加肥胖 血脂异常等问题的发生风险 市面上的肉丸类食品 那含量普遍都在500毫克 100克以上 常吃这样的肉丸 那的超标风险会增加 从健康角度考虑 对于身体存在较多潜在威胁 相对而言 大品牌商家生产的肉丸 相关检验检疫力的机制更完善 标签信息更值得信赖 不建议购买零散手作肉丸 或小商小贩售卖的杂牌食品 男年轻人喜欢的撒尿牛丸丸举例 有些撒尿牛丸不一定就是牛肉做的 配料表的前几位大多为鸡肉 猪肉等成分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择